明天就是共產黨黨慶的95週年 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央領導人等等 都一起出席了95週年的音樂會 到底音樂會裏面有什麼音樂給他們欣賞呢 還有就是日前舉行政治局會議之後的學習會議 也會否預示得到明天黨慶的時間主席講話的一些看法呢 都會有 因為大家知道內地每逢5、10這些日子 都會舉行一些比較隆重的慶祝 官方方面已經公佈了 明天上午10點鐘 習近平主義將會在人民大會堂那裡 舉行隆重紀念這個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的活動 而且還會發表講話的 所以在昨天的時候我們都看到 在昨晚先行舉行了一個紀念活動的音樂會 當然這個音樂會裏面那裏就要講回共產黨成立這麼多年 之前是怎樣經過了95年的增榮歲月 於是當然就唱回保衛王河 他們先行經歷了長征之後 接著跟抗日保衛王河 繼而一個最經典的歌曲就是 《悶有共產黨》《悶有新中國》 這個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用一個紅歌的形式去紀念整個歷程 當中裡面那裏我們看到 昨天我們都說了 是他們舉行了政治局的會議 在政治局的會議裡面決定通過了有關 是那個黨員的那個問責的條例 昨天我們講過這個方面 一般來說他們開完政治局會議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政治局的學習 這個學習的內容 我相信就跟明天講話 基本上都會跟著這條線 主要在這方面發揮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這次政治局的集體學習裡面那裏 情況看上去都相當之嚴峻的 還有他們是比較連貫的 在十八屆裏面那裏 最主要是強調那個從嚴峻黨 以及對那個貪腐方面那裏 深惡共存 要徹底清除 所以這次的題目是叫做 淨化黨內的政治生態 換言之 現在黨的高層對現在黨裏面的政治生態裏面 是認為仍然有很多問題 是需要自我完善 是自我革新 以及自我提高的 那大家都留意到 在學習會裏面那裏 習近平就講到 在九十五年前 共黨在五十幾個黨員之下 一直發展到現在已經擁有 八千八百幾萬的黨員 所以既然這麼多黨員的時候 肯定有一部份是跟不上大隊 有一部份比較先進 所以在昨天那裏 基本上他們也都是 是有一點點前瞻性 就是為了 未來2017年19大換屆那裏 做一個準備 所以他們再明確說到 就是要真正讓那些 昨天我們提到的 就是忠誠 乾淨 擔當的幹部 得到包掌 以及重用的 但是主要針對一些什麼呢 就是陽奉陰違 阿如奉承 龍虛作假 不幹實事那些 的幹部都要受到這個懲戒 還有呢 就在整個過程裏面那裏 都會強調 在過去幾年強調的 就是一定要堅定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 就是說要對現在走的道路 有所自信 要有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以及文化自信 還有呢 一定要堅守一個什麼呢 就是堅守真理 正道 原則 規矩和信念